阿辉是个倒霉蛋 他一出生手就贪了三岁死老妈四岁死老爸 八岁被退学后加入黑帮当蛊惑仔 卖东西没人买赌博从来没赢过 收保护费又把人给吓死了 总之就是倒霉透顶 一天晚上老大发消息让他去打架 但因为阿辉的霉运 对面的帮派很快就打败了阿辉这边 阿辉立马躺在椅子下面装死 但还是被发现了 就在对手准备砍他的时候 突然被什么力量打倒了 阿辉趁机爬起来往外跑 正好遇见了警察 一伙人全部被逮到了警局 对面的黑老大熊哥看到阿辉十分诧异 然后放话说不会放过他 而阿辉也奇怪的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 醒来之后阿辉看见一个神叨叨的病人 病人说他印堂发黑 只有找到四婆才能消灾 阿辉原本不信 反正自己都倒霉一辈子了 印堂黑不是很正常吗 但阿辉出院的时候却发现 这个病人早已去世 原来是自己撞鬼了 他吓得脸都白了 回家的路上阿辉看中了古董摊的一块表 没想到他一戴上这块表 就被他牵着往前走 然后来到一栋废宅 恍惚间阿辉看见自己和一个女人在这间屋子里生活 俩人关系还十分亲密的样子 阿辉觉得十分古怪 于是按照那个鬼说的去找四婆 四婆说他前世得罪了人 被人埋在了三衰七败血 被这样埋葬的人会倒霉十辈子 怪不得阿辉一出生就这么倒霉 说完四婆为阿辉开了天眼 阿辉也看到了自己前世的遭遇 原来三十年前阿辉是一个律师 他在黑帮老大熊哥手下做事 熊哥的相好惠姐是戏院的花旦 阿辉经常帮熊哥跑腿 给惠姐献殷勤送礼物 并因此认识了惠姐的师妹小芙蓉 小芙蓉清秀可人又十分上进 很快俩人就爱上了彼此 但没想到熊哥看上了小芙蓉 惠姐看出了熊哥的意图 恰好呢 她也看上了熊哥的小跟班阿辉 于是呢说会把小芙蓉送给熊哥 小芙蓉十分害怕 她请求阿辉带自己离开 阿辉为了带小芙蓉离开 于是努力搜集熊哥的罪证 等熊哥落网了 他们就自由了 然而两人的事很快就被惠姐撞见 被抢了心上人的惠姐 暴怒的用花瓶砸小芙蓉 最后惠姐在扭打过程中 被旋转的电扇叶割断了脖子 此时呢 阿辉已经收集够了熊哥犯罪的证据 于是两人决定报警拉熊哥下水 但熊哥的势力太大 别人都不敢得罪他 所以没人帮忙指正 最后阿辉被熊哥的手下砍死 而小芙蓉也殉情自杀 愤怒的熊哥将阿辉埋在了三衰七败穴 然后呢 又将小芙蓉的皮剥下做成了灯笼 这样小芙蓉就会永不朝生 而她和阿辉就永世不得相见 得知真知的阿辉清醒过来 却被惠姐变成了红毛鬼掐住了脖子 幸好四婆用香烧中了那只红毛鬼 阿辉请求四婆将小芙蓉的魂魄招来 但是招魂招到一半 小芙蓉没被招来 却招来了警察 四婆被警察抓走了 阿辉只好根据四婆说的 将自己的血涂在祭坛上做法 终于成功地找来了小芙蓉的鬼魂 久别重逢的情人终于得以相见 他们抱着彼此拥吻 小芙蓉说警察欠了阿辉人情 所以一定会帮她的忙 原来阿辉的前世十分乐善好施 在警察小时候曾经帮助过她 为了让警察相信自己前世帮助过她 小芙蓉还招来警察已经过世的妈妈 警察终于相信了他们答应帮忙 之后小芙蓉就上了警察的身 他们准备先去挖出阿辉前世的尸体 解除霉运 但埋阿辉的地方被修了一间毒坊 而埋阿辉尸骨的位置恰好在厕所里 警察只好假装上厕所挖厕坑 但没想到厕所里埋着的不止阿辉 还有慧姐 慧姐的鬼魂很快就吓跑了毒坊的人 集中生智的阿辉打电话给四婆求救 然后将电话对准音响 四婆立马念咒赶跑了慧姐 之后警察把阿辉前世的尸骨 埋在了熊哥老爸的坟墓 并在朋友的帮助下 拿到了关小芙蓉的灯笼 很快熊哥就找上门来并抢走了灯笼 但此时的阿辉已经转运了 绑派的朋友们统统愿意帮助阿辉 而熊哥的手下都被警察抓走 走投无路的熊哥跑到警局闹市 用警局的人威胁阿辉 最后两人在警局进行了终极对决 但阿辉打不过熊哥 小芙蓉为了救阿辉从灯笼跑了出来 暴怒的熊哥点燃了灯笼 而阿辉也趁机杀死了熊哥 但小芙蓉的灯笼已经被烧毁 她再也不能投胎转世 很快小芙蓉就魂飞魄散消失了 新人皮灯笼上映于1993年 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凄美爱情故事 影片跨越两个时空 在现实和虚幻中交错 梁家辉穿梭于前世和今生 演绎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 一个正派潇洒 一个浪荡猥琐 而邱淑珍纯情美丽楚楚动人 两人亲情演绎了一段 生死难舍的不了情 除此之外呢 电影中还出现了非常多的本土元素 比如毛山道法 关二爷 古货仔等等 为这场凄美的人鬼恋 增添了起情与庸俗 这也让本片成为90年代 香港电影中的一朵奇葩 可以说是十分独特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